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能闻到桃花醉的味道 白浅想从帝君手里接过凤酒 可他使劲地抓着帝君的头发不松开 帝君道 我来照顾吧 白浅看着醉酒的侄女很心疼 无奈道 那就辛苦帝君了 凤酒过去思念帝君的时候 偶尔会喝个小酒排浅愁怀 可从未如此醉过 此时他抓着帝君的头发死死不放 帝君用法术解开他的手 帮他盖好云被 去给他煮醒酒汤 夜里 帝君为了凤酒四五碗醒酒汤 他喝醉了倒是不闹 阴阴地哭泣了会 抓住帝君正给他擦拭额头的手沉沉睡去 梦里一语着东华的名字 帝君笑笑 一手拎了本佛经 一手被他拉着半靠在木榻上 安息香鸟鸟地飘着 帝君借着悠悠的烛光 低头看睡在身边的少女 额发如黑丑般顺滑地散落 额头上的凤雨花轻艳名利 褪去人前老城池中的模样 现在的一张脸之气未落 睡梦中眼角流落的一滴泪 像是陈鹤上经营的出路 帝君画出个琉璃小瓶 照来几片佛林花 泪珠缓缓滚落到佛林之上 飞进了琉璃瓶 帝君端向了半赏放弱的自己的衣袖中 帝君怜惜地看了会凤酒 帮他戴好云被 心道 终究还是个孩子 为石头上的姻缘醉酒 三生十定天下人的姻缘 可他定不了你的 文昌帝又岂能成得住你的一生 睡梦中的凤酒觉得自己像是在往深海里游了许久 想游出海面是被海妖纠缠 这时海面上一束光飞来把他卷起 他紧紧地抓着飞出了海面 凤酒睁开眼时一抹紫色一入眼帘 自己的手紧紧地抓着帝君的手 抬头看见帝君半靠在木榻上休息 金色的晨光扑在帝君的脸上 俊美的容颜神圣又安详 凤酒见帝君微动赶紧由趴下装睡 半盏茶后帝君温柔道 去梳洗下喝点粥一会有事 凤酒心虚道 我睡得不舒服哪里都疼能不起来吗 帝君敲了下凤酒头道 你确定是你不舒服不是我的腿吗 凤酒这才放了帝君的手 搬起身打量帝君的样子 想来帝君就这样守了自己一夜 凤酒道 我给你垂垂 小手一阵敲打 凤酒一边帮帝君捶腿一边道 昨天我肯定是喝多了 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见了 这么丢脸怎么出门啊 帝君笑道 你捂着眼睛就可以 凤酒看向帝君道 你知道我是因为什么喝酒的对吧 帝君点头 看着他道 去吃饭 一会见个人 饭后 他跟在帝君身后出了宫门 去见三生时尚的有缘人 凤酒内心忐忑 深吸了口气 恢复了女君的端庄模样 依十三天的分驼立连池旁 一洗白衣的神君见他们过来 挤走了几步上前给帝君行礼 帝君点了下头 凤酒打量着眼前的神君 其长的身材 眉眼甚是清秀 气质优雅 见了帝君不卑不亢 凤酒一瞬间觉得 这是他姥姥扶命羡慕喜欢的类型 可不是自己喜欢的 进闻神君和凤酒打了招呼 三人坐在石桌旁 凤酒端着斩茶想着怎么开口 才能婉转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倒是静闻神君坦荡道 女君清秋相亲时 静闻才立即回来 这匆匆见了女君一面 很是轻目才拖了叶华君 想见上一面 凤酒没想到他这么直率 放下茶盏道 凤酒多谢神君亲爱 只是我心中早已有人 此凤酒想说此生非他不嫁 突然想起了青郎和成玉 教导过他的话 话锋一转道 怕是愧对神君了 静闻神君道 女君不必戒怀 能见上一面 静闻甚是荣幸 若他日女君有转还之意 静闻定不辜负旧事 三个人又喝了斩茶 帝君放下茶盏起身 对凤酒道 走了 凤酒起身时 被群居清半了下 帝君顺势牵了他的手 静闻神君看着 被帝君牵走的凤酒心想 帝君老人家 果然对小姨妹宠爱有加 一十三天的分驼力连池力白连飘香 七彩的蜻蜓飞舞追逐 凤酒被帝君牵手走着 心底里蔓延着无边的愉悦 如果在清秋他会变成狐狸奔跑 会追着蝴蝶喊叫 凤酒心里想着 不由的就甩出了自己的九条狐尾 牵着帝君的手也甩了起来 帝君嘴角一笑停下脚步看着他 凤酒仰头看帝君的表情有点坏 帝君看着凤酒四朝下班红艳的狐尾笑道 我正缺几只狐狸毛的笔 这个毛不错 凤酒一看才发现 自己的尾巴正开心地甩着 他眨了下眼睛一本正经道 这样撸毛我会疼 等我变成狐狸你抱着撸才好 帝君眼底溢满了笑意 伸出了手 凤酒赶紧变了小狐狸 跳到了帝君的怀里 心想帝君也是好骗的 头在帝君怀里拱了又拱 小爪子抓了又抓 心想要是能跟帝君在一起 天天做狐狸也好 回到书房 帝君给玉炉添香 要把凤酒放下来 谁知道凤酒很敏捷的 就爬到了帝君的背上 他心里想反正我是只狐狸 不是女君也不用害羞的 帝君抱着他撸毛的时候 连颂和四命来了 连颂看了笑道 帝君这笔金贵 连颂和帝君上一名日去饭 进参加法会的事情 凤酒听了会 快一席来睡了 一会就听见阿丽稚气的声音道 我娘亲要提凤酒姐姐问话 帝君把他往阿丽怀里一放道 去吧 阿丽费力地抱着道 凤酒姐姐你太胖了 凤酒最讨厌别人说他胖 一下便回原声道 我哪里胖了 我明明有所谷的 凤酒说完才觉得气氛不对 脸一红拉着阿丽走了 路上凤酒很担心姑姑训导他 进宫时探头看了下 正赶上叶华出宫门 凤酒请了安道 姑姑她心情好不好 叶华没说话呢 阿丽撅嘴道 怎么能不好 昨天不知道谁偷偷把我抱回了青云店 叶华摸了下阿丽的头平静道 或许你梦游 转身走了 阿丽叹气道 小孩子太难了 白浅看凤酒躲在门口 嗨了声道 你是要我把你变了狐狸拎进来不成 阿丽一听笑道 刚才帝君爷爷就把他变狐狸抱着 白浅扶了下茶盏里的叶子道 你怎么打算的 凤酒同白浅说 帝君答应他飞升上线后 会同意他提的任何要求 所以从今天起自己就要开始用功了 白浅笑道 如果你三万多岁飞升上线 就比姑姑厉害了 倒是姑姑也奖励你 凤酒在姑姑处喝了几盏茶 又和姑姑上议了几日后 天族订聘礼的事回了太陈宫 重林叫他去后花园 凤酒转到后院时 帝君正在舞剑 他还从未见过帝君舞剑 只见仓和荧光流氓一彩 素素而落的花雨中 帝君银发飘飞 凤酒盾在原地摇摇看着 觉得自己运气实在是好 能跟帝君学剑术飞升上神也是有可能的 凤酒还在发花痴 紫影一闪帝君人到了跟前 目光优胜道 看了这么久可学会了 凤酒张嘴啊了声 心道你长得那么美 我哪里有眼看剑法啊 帝君像是听到他心里的话 画出块红酬敷到他的眼睛上道 你要尽心感受 剑要和你融为一体 帝君说话间 舍扶上凤酒的腰 一步出剑 凤酒被帝君揽腰 丝丝相弹入鼻顿时春心懵动 手若无力 腰枝不稳 人像贴在帝君身上一样 帝君挥下凤酒眼上的红酬 目光伶俐地看着他道 这样如何能学好 不如算了 人转身向前走 凤酒临台像被冰水击打 急急地跑上前 拖着帝君的衣袖柔声道 我好好学就是 帝君顿住脚步 有目空中飞逝的彩云 想象了下凤酒日后 飞上上仙的样子 眼底里溢满了笑容 转过身敲了下他的额头道 如此可叫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